最近这段时候, 大陆又不断强化军队建设, 习近平最近连续在两次讲话裡面, 一次在军委会的军事训练的会议上讲话, 另外一次是第二个场合, 他裡面讲明现在要聚焦避战, 如果讲聚焦避战的是讲什麽呢? 一个就是台湾形势,一个就是南海, 但是大家都知道,南海你怎麽打? 你现在航母舰都是用来训练的, 辽宁号第二个又未入役,又未打得, 你现在南海怎麽打? 所以这一个只能够是显示它对台湾问题, 或者外界用军事的方式介入台湾, 这个军事方式未必打, 但是是一个譬如军备、军事训练等等的方面, 面对这样的情况, 关键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足够的胸襟, 或者技巧来处理这些紧张场面, 你现在是不断制度紧张, 目的就是说你适当时候, 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转移竖线, 这些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 但是你这样做的来讲, 于是只会是更加激化矛盾的,是吧? 大家看到这些的现象的时候来讲, 其实要开始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正常人都看到, 即使你说不可以完全宽松, 你有一些可以宽松的,你都可以去做的, 但是它现在连一点点宽松的事都不做, 香港人提出五大诉求, 你说林郑下台暂时未必可以成事, 但是你放些声气出来, 或者五大诉求裡面有哪些是可做的, 你都可以慢慢缓解一下形势, 但是它现在一点都不做, 一踩推药宝下去,就是一硬到底, 所以我不妨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对共产党, 我经常讲,这是一个政治性格驱使, 你了解到政治性格, 你就明白它为什麽那麽傻, 常人想到的事情,他想不到, 或者他想到,他都不接受,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性格, 有三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他们这三点是一个三个心态也是病态, 我讲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思觉失调的政治病来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他现在经常觉得, 任何问题都是实力上过渡, 周恩来讲的, 复射到今时今日它这麽具体了, 就是讲到权力、武力、财力是介于一切的, 有消息讲最近国内大陆那边, 又有由习近平开了一些形势的检讨会, 这个就是从大概今年年中四中全会, 今年十月年底, 因为它是之前再谈的, 即是八、九月的时候再谈, 找了很多专家去谈究竟对外形势怎样, 对香港形势怎样, 结果得出一个结论, 大家看到它们一硬到底, 但是原来它内部的形成这个心态的过程, 大家就要知道了, 过程是怎样呢? 它迷信权力、暴力、财力, 它认为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利用 大陆裡面很庞大的经济市场, 用鸡腿打人牙较远的方法, 它觉得任何国家都不讲道义, 任何国家都是讲利益, 好像孟主见梁慧王, 梁慧王第一句问的就是, 有什麽有利于吴国府? 它是从利益的, 所以共产党当然什麽都讲利益, 跟着就开始了, 它签那个RSE, 即是说区域的经济协议, 原来背后的考虑就是, 我暂时可以开放更多的大陆市场, 给你们这些国家进入去, 王歧帆漏了一句口唤, 它就说中国以后的贸易, 是不会追求贸易顺差的了, 即是说你给多些钱买人东西, 令到人家顺差,你也差了, 它现在开始在所不计, 因为它觉得这是一个铺路的工作, 然后引你们入中国市场, 其实我稍后再分析是忍不了的, 最近美国有很多的厂, 是整个几千工人的厂搬走了, 不过工人就不搬, 我稍后再详细讲, 变成了习近平在那系列的会议裡面, 就做出割肉去养敌人, 过去这个政策割肉去养美国, 给特朗普一枯一枯肉咬你, 现在政策更加割肉去养, 其实真是敌人, 大家跟你是不会的心走在一起, 但是你现在最低限度要养东盟, 跟着非洲国家来讲, 已经少了奶汁去喂他们了, 所以非洲国家, 即使坦桑尼亚跟大陆很友好, 最近都出现了一些糾纷, 所以大陆你现在还用这样的方法来讲, 你只是迷信一件事, 但是你做不到的, 就以为财力可以控制一切, 甚至上据一些采访消息出来, 习近平还讲这些政策是可以令到对方 完全屈服于中国的经济财力, 最低限度令到他们与美国的关係疏离, 做不做到,这是他的判断, 这是第一个心态可以看到, 其实是过分高估了自己, 跟着出现第二个心态是怎样呢? 是不理那麽多, 是自己一刀刀插到自己那裡自伤的, 为什麽我这样讲呢?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经济政策是双循环, 是内循环跟外循环, 我刚才提到外循环是血管不通的, 别人是塞住你的,虽然跟你签了那些免关税等等, 是别人吸你钱而已, 好了,他现在一个个智商的做法, 就是你看看现在国内很多的经济措施, 其实是将外来的危机转嫁了到全民承受, 是不是? 这一个已经出现了大陆, 你最近讲扶贫,又成功了, 讲贵州剩下几个不够十个贫困院等等, 好像基本上搞定,因为大家要埋单, 现在12月,当然要奉承习近平所讲的扶贫收官年成功, 结果这一个做法引起了很多懂计算的人, 好了,刚刚最新的消息, 即使过去为大陆吹嘘过国情论很行的, 有些人都开始指出来了, 我孤伟其名,免得累死他们, 其中有一个讲就是你扶贫扶什麽,成功什麽, 因为为什麽呢? 中国说扶贫成功是将整条贫穷线压低它, 压低到大家都不留意的时候被人玩死, 被他们压死的, 原来就是现在国际的贫穷线是每人每日的收入是1.9美元, 1.9美元,即是不够2元了, 这个数字国际上是根据国际现实提高了, 那个温家宝年代,数起来现在胡温, 即是跟现在大概比较10年,其实都是这样的, 当时温家宝年代的贫穷线是多少呢? 每日每人的收入1美元, 1美元,即是人家现在提高了接近一倍的贫穷线, 但是大陆的贫穷线是怎样呢? 到今时今日,他说大概是2千多元人民币收入很高, 不过一年,不是一日, 不,sorry,即是我刚才讲的, 它是2千多元美金一年, 计人民币是1千多元一个月, 现在有个最低的纪录是那个人的收入是一个月裡面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即是一日一个多元人民币? 你再对起1.9美元美金, 你现在这些,你将贫穷线压到那麽低, 1千多元一个月,你便说我们要脱贫了, 所以你再看坚离系数,中国的坚离系数不知怎样计, 国际上惯用的坚离系数就是计计计有收入, 有资产,有可支配能力等等, 计算是大概0.4就是国际境界限, 坚离系数计数虽然有少少学术性, 但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讲, 就是原来有些坚离系数计时, 它计算资产在内, 如果这样计,中国的坚离系数就不高了, 外国是以收入来计数的, 贫富懸殊的收入, 为何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大陆即是农民、农村, 它认为你有土地,虽然土地是荒废的, 它都觉得是你的资产, 你的资产会计算下去, 你便变成拥有的财富, 便凳云了你的收入的缺乏。 所以看中国的数字, 真的要懂得拆穿西洋镜来看的。 现在这种自商的方法, 于是引起第三个毛病, 就是不单止伤中国自己的经济, 伤老百姓的经济, 还伤老百姓的民心。 这一个就是它经常一硬到底, 以为迷信、暴力、权力、财力, 就可以稳定政权, 但是现在大陆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地方的, 零星的抢粮事件了。 虽然我经常讲, 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会那麽快浮面, 因为那个粮食储存量是大概半年以上的。 但是大家如果是从一个发展观察的角度来讲, 这些是在它自己的倒行逆施, 跟着政治不作为, 政治按官方的强势来作为, 在香港,你就是越做越令到反弹力更大。 所以现在的力就是说, 刚性压力,跟着刚性的反弹, 到最后就是刚性的断裂。 这个过程是很惨的,很辛苦的, 大家都是要继续挨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个目标去奋斗, 去到这个位置就不是挨的概念了, 是奋斗的概念。 所以未来值得观察的, 我想大家亦都要调整的就是说, 明年共产党就说成立100周年了, 在这一个回顾的过程裡面, 它有它的回顾, 我们又值得怎样回顾呢? 很多不同的角度。 我们经常讲,它是最怕人有批判性思考。 我觉得, 为什麽不可以批判性思考, 去吸收一些对民间有利的东西呢? 这一个是一个长远话题, 这裡先卖个关子, 以后从这些方面来讲, 大家可以不断去跟进观察, 裡面很多东西看的。